嗨大家好我是Susan 之前呢我在instagram上面问了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打算做一期Q&A 然后我把大家的问题都放在了电脑上面 如果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请给我私信留言 如果不是太personal的话我一定会回答的 好啦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首先我要回答一个大概30%的人都在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从哪里来我的国籍我的血统我是不是混血 这个答案呢就是我没有混血 I'm like 100% Chinese 对 然后我从哪里来我出生于中国上海 现在生活在美国 看第一个 夏的街你几岁了啊 我今年是17岁 我出生于2000年12月26号 所以呢 意味着再过一个月我就不受未成年人保护法了 你是艺人吗 演出经验吗 Nope 我有一天周末回家的时候 在布鲁克林大桥上面 然后呢我就看到下面岸边有一个超级超级美的玻璃房子 然后里面像是钻石一样在闪闪发光 然后我仔细一看是一个旋转木马 我冬季立顿就夏天就先要去看就绕到要去看 真的很美像童话故事一样 有考虑过开微博吗妹妹 嗯 暂时没有 OK Who are you 所以现在的身份呢 是高中生 I'm a high school student Nothing else And the way you have so many followers OK So my main followers are from Japan and China And I think they repost my photos on Twitter and Weibo And this is how they get to know me I guess 如何护肤呀 那我自己的话第一就是认真洗脸 第二个呢就是我用的东西都很简单 像我只用脑瓶保湿 其他的美白呀金黄呀密膜呀我都统统不用的 但是我不上底妆就是不用化妆瓶 在肌肤上面尽量让它保湿 like in a natural way YouTube channel会有一定的主题吗 基本上还是关于我嘛 然后比如说我的一些观点啦或者是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包括一些美妆啊搭配啊你们想看的 大概就是这样 幸福对你来说是什么 你觉得幸福吗 OK 第一 谢谢我也希望你每天都幸福 第二我觉得幸福吗 嗯哼 yeah pretty much 你觉得幸福对你来说是什么 呃 对我来说幸福应该就是 呃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世界上有人是爱你的 然后呢 你也有爱的人 而且这些爱的人都要回应 对于你自己来说呢 你有目标 然后不是很迷茫 而且你要为之努力 嗯 就行了 Why are you so pretty 为什么这么可爱 呃 这也是我当时收到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不过呢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位这么说的人 Thank you so much You guys are so nice 呃 我不太清楚认识哪一篇 但是如果你说是第一篇的话 确实没有 当时朋友邀请我回答 可是我可能才二三十个认识的人关注我吧 但是刚发出去就 那个点赞量和 观察 wait what OK followers 呃就 蹭蹭往上涨 做一种无心差的流程音的感觉 You a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again 小姐姐会不会在逼逼逼想上传Vlog呀 我有考虑但是我不太用逼逼逼 嗯 我有考虑过你们可以转载这样子 我都无所谓 不过再说吧 我不要懒 嗯 Vlog里面那些粉色围巾的牌子 应该是Acne Studio 嗯 我没有恶意但好奇是不是你们千金 嗯 首先呢 基本上 你们看到的传闻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哇 尤其是负面的 只要不是我本人亲口说的 百分之九十九 哦 Fake news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更喜欢上海还是纽约 呃 我在上海的时候想美国 在美国的时候想上海 就这样 呃 最喜欢的电影 我没有什么最喜欢的电影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部叫网络迷宗啊 就是讲一个亚裔的老爸去寻找他失踪的女儿 因为我很想看这种悬疑类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为什么会来美国留学 那 因为时间家里的关系吧 就是我来这边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觉得呢 早一点来 适应得更好 所以 我就来了 啊我的脸好胖啊 ok how do you deal with some bad comments well I think it's pretty normal if someone likes you there's someone hates you 出于各种原因 也许是嫉妒啊 也许是单纯看你不爽 那如果实在是特别恶意的 你没有办法消化的 我建议你跟周围的人分享一下 他们会帮你学的这种无可理喻 你心里面会舒服一些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um sushi Italian food and Shanghai cuisine ok what do you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e a designer and maybe something related to art management 你因此守约的账号是我的小号吗? 没错 是我本人在前来无事的时候 发了一些喜欢的照片这样 how do you spend your weekend ok I usually finish all my school works on friday night and um so I like go to museums I visiting my friends like just hang out or I can just lay in my bed for like two days do you like milk tea? yeah 本名就是苏珊呢? 不是的话为什么会选择苏珊呢? 台湾的小粉丝顺便投告吧 欢迎 本名不是苏珊 而且我 不 心 想不到吧 为什么会选择苏珊呢? 就是单纯是因为 我小时候第一个英文老师跟我说 嘿你叫苏珊吧 I'm like yeah sure why not 就这样 最喜欢的口红 ok 我自己平常呢 都是用正红色的 那第一支是这个 有一种我很喜欢的森味 然后还有这一支呢 是我嘴上涂的 就单纯 非常的润很自然 所以日常也可以用 which college do you want to go to? ok Parsons Risty school of facial arts anyu Prat 没错 都是医术类大学 你会和外星人谈恋爱吗? 或者说你想和外星人谈恋爱吗? 我觉得我还是会喜欢人类男性 但如果是没有外星人的话 我会想和他们有深入交流 what's your hobbies? ok so tennis violin piano swimming and you know going to museums visiting friends reading definitely being a model not a professional one though and there's taking a self account 在读什么专业呀? 我刚刚说了我在高中 那 我申请的话是平原设计 以后想读艺术管理这样 没问题 就想对你说你好可爱 天天开心 我特喜欢这个 所以特地cue你 也祝你天天开心 I know you have chinese but no ok main language Chinese or english Chinese you know i have an accent when i speak in english so it's my second language and i can also speak a little shanghainese 足够用烟 养金棒 konga vada ho 最新的追寻是什么 ooh it's pretty deep ok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就 追寻自己的内心 然后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 就是在 当一个好人 然后在葬礼上面 大家会觉得 hey 这个女生还蛮可爱的 我们会想念她 就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m a student and i'm not a model stuff um do you like japan yes i'm actually planning to visit japan maybe this summer next summer i mean yeah when i'm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好了 这是我回答的36个问题 那我做这个的原因呢 第一是我很感兴趣 你们对我感兴趣什么 第二就是 因为在instagram上面 我没有很多的personality 我希望通过这个 你们能稍微了解我一点点 那 下一期呢 我应该会做 我在博士顿 感恩节的时候 玩的一些经历 我 会尝试 多说话 然后 然后画面保持稳定 都和你们互动 如果你们有什么 心得 觉得我们有相似 或者不同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下面跟我留言 ok so have a good day guys bye